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來介紹這個 佩吉小豬智慧鋪滿 那這個佩吉小豬啊 其實它是一般的鋪滿 家長如果要訓練小朋友存錢的話 其實一般就是買一個鋪滿給他 可是一般的鋪滿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小孩子到底存了多少錢 除非你把它打開 那一般那種 透明塑膠的鋪滿 小豬鋪滿 你想要知道裡面多少錢 就是要把它整隻殺掉 那另外一種就是要把它底下打開 可是你每次都要數 這樣就很麻煩 那這個佩吉小豬啊 這一隻智慧鋪滿 它是需要插電的 那它會跟手機連線 它會統計 你每一天存了多少錢 然後你也不用去把豬掏開來看 你每一次投錢 它都會像 自動販賣機一樣去統計 好那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好那我手機裡面已經裝好這隻 佩吉小豬的 手機APP 那它的佩吉小豬的APP叫做佩吉家庭 這隻上面呢 會有一個燈號 這邊會有一個reset孔 就是把手 那個 這隻豬的 Wi-Fi重設 那你當手機跟它 配對之後 它會連線後面的QR Code 跟手機配對 配對連線之後呢 這邊就會連上 加重的Wi-Fi 這個都 可以在事前設定 設定好同步好之後 你每一次存錢 它就會透過這邊有一個 彈性的卡榫 當你投了不同的硬幣的大小 它就會自動感應 你現在投的是多少錢 然後最後再加總在這個地方 好我現在示範一次 手上拿著10塊 1塊 5塊 跟 50塊 那畫面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來看一下 我先投50塊 看它 這時候會 記錄多少錢 現在是206 那它這時候就會把 它投了錢 傳過去 好現在變256了 代表它偵測到50塊 那現在來投 5塊錢 好變261 所以它在偵測的時候 其實都很直覺 那這樣子爸媽在訓練小孩子存錢的話 就比較有依據 你今天存了多少錢 那 還要再加油 你會知道小朋友每天 的零用錢剩下來 有沒有乖乖的存起來 那 這是一個 記錄 小朋友存錢的方式 在這個App裡面 它還可以設定那個 鼓勵的目標 在這邊有一個目標達成率 你可以設定 你的小朋友 目標 存錢的 金額到底是多少 那在存錢的同時 這邊會有一個點數 點數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佩吉家族啊 他們鼓勵小朋友去存錢 存錢之外可以每一次存錢都可以獲得點數 點數 就可以拿來兌換 一些生活用的商品 這邊會有6大類的生活商品可以兌換 比如說 居家清潔啦 像什麼加倍傑是什麼東西 洗衣服的嘛 衛生紙 這邊都會有 一些生活用品 那你可以用點數 加 一些金額去做優惠價 所以 這個佩吉小豬啊 它就可以結合 小朋友 存錢的習慣 幫小朋友記錄 然後再給你一些獎勵 達標之後就可以去兌換生活的用品 還不錯 比一般的存錢筒啊 那種被動式的存錢來說 還比較有效 那 做家長也可以用這個目標去說 你可以幫爸爸媽媽多存一點錢 爸爸媽媽就可以 省很多錢喔 這樣子 而且這個 這隻豬說實在的也 蠻可愛的 然後 它很便宜 它這隻豬才500 500多塊的樣子 這是今天的開箱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幫我點個讚 好謝謝大家 掰掰